去吧玩去吧 老白骂马咧咧的走了 这是刚冬眠结束了 在这找吃的呀 哎 拉狗 哎呦猫哟 这家伙一不小心 也挺吓人 哎 大家好我是雅雅今天 路过这个高粱地民俗小吃街 看着挺破的你看这排坊都 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咱们进去 逛一逛 因为这个地方看着已经人去楼空 跟一个空城一样 好呀嘛呀 看着 青砖古啊 古香古色 一会要出来个处人美可就刺激了 这墙上好像还贴着报纸呢怎么 房子感觉有点矮啊 有人没得 哦这么多报纸 这报纸的年代还很近呀 青岛早报19年的报纸 时间也不久啊 这才四年的时间 这里还有一个两层的小楼呢 哎 哎呦 这一不小心变个光 还挺呃呐不去 喂 有人没得 我 这滤镜 港港港的 二楼上不去啊 木制的楼梯拆了 看着院子里边 杂草葱身 小风吹过来 额子后边凉错搜的 我看这里的建筑有点像那个围龙屋的感觉 就是那个客家的围龙屋 这房子好像都是围成了一个圆形的 或者一个方形的那么一个 一个建筑 天下小吃什么什么 聚集地呀 民俗文化船 旅地 旅游休闲观光地 哦 这里是旅游的场地呀 哎呀妈呀 咱们到天堂了呀 同志们 这么多柳树啊 一个链子 放在这里 上面怎么还有 这是牛的那个祥呀 还是那个泥土 咱们到天堂了 地上还有十堆 现在这个地方晚上一个人都看不到我 来天的时候都看不到什么人 就更不要提晚上了 喂我这帘还很新呀 有什么的 这地方修建的 古香古色的啊 你看这门都是特别仿古的那种 拱门 这是一个 仿古的农家小院 院子里边已经杂草丛生呀 刚才是个什么鸟飞过去了 还是我眼花了呀 搜了一下 嗯呀 哎 拉狗 哎呦吗哟 这家伙一不小心 也挺吓人 这是个蒙莲子 这要是 不是知道的话 这李导演无意见看到的话 真的 挺吓人的 这边这个 对联子 出事健康 出事啊 什么 啊 健康的水啊 差点以为是健康码呢 这看要的意思应该是个饭店啊是个卖水的啊 有人吗老板 今天刮着小枫呢 这以前是有个棋子 还在动呢 哎呦 哎 前面有个大屋子啊 这旁边过不去呀 有堵墙堵着呢 这二楼好像也上不去 二楼是拆了吗 只能看到一楼 二楼上不去呀 感觉像是以前的戏台子啊 还是九楼啥的 哦 好大呀这里 老板 来俩腰子 烤出名堂 好吗 我发现这里边 这个招牌的名字起的一个比一个 大写一个比一个 就是口气大好 天下第一汤 这个地方以前要是用的是营业的时候感觉 一个吃货要是走到这里来的话 我估计走不了几家 肚皮就 撑的 受不了了 小二 来壶酒 这个有点像古代的酒馆 我这大晚上的 路边的一个车都没有 就连个一点灯光都没有 时不时的还能听到那个 乌鸦在叫 哎呦我学的地上怎么有声音呢 你听到没有 我操什么东西在动啊 我用吗呀 一只小刺猬啊 老白 哎呀 还是小刺猬哎 看到没有 踏头踏脑的 这刺猬子在东北那边叫那个 那啥吗 呀藏起来了 还挺害羞啊 老白 你好啊 在吃东西呀 我可以摸摸你吗 呀 他这个刺挺软呀 一来都不扎手啊 完了 给他吓住了 一动不动了 刺猬胆子小啊 就稍微碰到点风水草动的话 他就不动了 你去玩去吧 我也要玩了啊 咱们山水 再向风啊 去吧 去吧 老白 骂骂咧咧的走了 这是刚冬棉 结束了 在这找吃的呀 唐太宗最爱吃的 陕西一决 这个景不知道是真的呀 还是那个 真的哦 这水怎么还在动呢 我去 活水呀 老龙王 老龙王 一人不看紧 二人不尽妙 哎不对呀 一人不尽妙 二人不看紧 三人不抱树 这个地方的柳树挺多呀 你看这柳树条子 垂直下来 让我想到那个 广东那边的那个榕树 榕树也是这种 条子 垂直下来 感觉 在黑夜中能 清白增加一些氛围呀 有没有一种那个 指甲一的感觉呀 大红灯笼高高挂 哎 小伙子 你来了 这个地方大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呀 你看 这灯锅打过去的那边 全是建筑 实为天 这边的房子好像没修完呀 这地方是烂尾了吗 咱们有没有知道这里的故事的同志吗 你看这边房子一个忙呀 怎么感觉都像是没燕完没装修啊都 这地上好多的灯笼啊 红色的灯笼 高凉地 这灯笼 有新的有旧的 把手电扔进去 打着灯笼看显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哎我记得有很多关于打着灯笼的那个歇后雨是吧什么 什么什么打着灯笼然后照旧啥的 要不去哦 凤梅一个这不就来了吗 哎 小伙子 哎 有飘没的 我哟 是不是感觉一下来了 我刚才给他挂在上面了 凤梅一个这不就来了吗 有没有一种那个 指甲衣的感觉呀 大红灯笼高高挂 高高的灯笼他红又 哎 哎 大爷 来玩啊 小伙子 你来了 看看我的四周 除了灯笼这个地方亮的以外 然后我转了一圈 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是凌晨的十二点了 此时此刻要是还有一个他显得 大半夜来的话 看到这两灯的话搞不好还会吓一跳呢 这家伙 好吗 以前应该是营业过啥的吧 你看这棋子都看着你感觉年代挺久了 怎么看着 叶帮腰 挺有氛围的 哎 有人没得 提湖 助耳 塞西施 何必整容 求角色 玉叶 凝脂 润血肌 甘香酥滑 乃双皮 我咋没看懂这是卖啥的呢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老板 来只鸡 这地儿好像是个大亭子 一个大圆形的一个 亭子然后里边以前应该是 卖很多吃的吧 这地儿挺有特色的呀 这怎么落魄成了 这么一个样子了呢 你看这玻璃被人砸的 这里应该是喝茶的场地 有这么大的一个茶壶 聚传闻这个茶壶是菜上上老君喝茶的 炼制的宝贝 玄天神物 打不开哦 这是一个形状 那边是个吧台 高粱地土匪什么 土匪 土匪鸡呀这是 我去 刚才看成土匪窝了 土匪鸡是什么鸡呀 这名字 挺奔放的 这么一看还真有点像那个土匪的那个什么 巨艺厅呀 什么 大棋子上面写着一个替天行道 山东这嘎嘎 草聚是挺慢呀 现在夏天都快到了 但是草你看还是这种荒凉荒凉的 好像各类调料包 这是 这地儿应该是营业国吧 这应该是 他们的那种秘质的那种调料包啊 什么 他写着什么人生 玉竹 这是茶呀 还是 什么奶茶呀 啥的呀 包装都没打开呢 好吃不如饺子 你呀 这应该是个饺子馆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还有一 户本还前面啥的呀 还有一句话 看看这儿的报纸啊 16年的报纸 这边的报纸到时间 久一点 家伙还有什么碰碰车乐园 没看着乐园在哪儿啊 这什么 方言你猜 吼弦 吼弦什么啦 这个方言应该是山洞方言哦 大嫂 哎 太慢 你大慢 啊 就是大嫂 一个大慢一个大嫂 什么 有人没得 来大嫂还是大慢呀 咋呢 也要不去 这是个厕所呀 我去好像是女厕所呀 这个大慢还是大嫂啥 他这是女厕所的名字 这家伙 这外地人真要是不知道的话 还正容易那个啥呀 给同志们普及一下 在外地看到这个大慢 或者是大嫂这个东西 是女厕所 是叫小小吗 小小应该就是男厕所了 大慢是女厕所 小小是男厕所 小吗 是不是小 然后他们这边管厕所应该是叫 书静轩 这厕所名字都起的这么 文雅 别的地方都是叫 五五龙回之地 这里叫书静轩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喝茶的呢 这里是在山东 这应该是山东的方言 咱们在外地的朋友来到山东之后 一定要 记清楚 大慢 女厕所 书静轩是厕所 的意思 小小应 小小是男厕的意思 外地的朋友一定要 来到山东 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福 看着都 挺那个 傻的 跟那个无人村的感觉一样 太安静了 这是雷积木啊 是一个柱子 这也不知道是被火烧的 还是被雷积的呀 你看这烧的无其麻黑的 一个模样 你看 家伙 烧成黑烫了我去 手套都变黑了 这要是真雷积木的话 就论了 我记得有很多那种店铺里边 卖那种雷积木 然后雷积木多的都永远都卖不完 这东西感觉都成为 十大未解之谜了 为什么八十年的拉肥永远喝不完 为什么来英武永远卖不完 诶 又碰到你了 是你吗 这家伙你这玩意长得 都长一个样子我也封出来呀 你好 你什么睿智的眼神是吧 这都是空的 一会把车开到这来 在这 睡觉露营应该是可以的 好了 咱们山水有相分啊 下下期见啊 拜拜 你好 有人没得 我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寿菜呢 哦呦 刚开始 有这么刺激吗 大家好 我是雅雅 我现在在贵州的安顺 我现在置身于一片 无人的荒村之中 现在这边二进的只能听到鸟叫声呀 喂 有人没得 那这里是一户老宅 大门都已经没有了 我二楼都已经塌掉了 有人没得 哦 这还有个衣服呢 哦呦 哎呦嘛 地上全是残砖拉瓦呀 院子里边一片落叶 你看这里面塌的 上面都已经没法占人了 这一处宅子真的是破败呀 宅院念故人 故人就在何方 看这堂码都已经爬到房顶了 这会儿人家看着比较气派哦 你看贵州这边的房子多有特点 好像是窗户 有人没得 你好 哇塞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瘦菜呢 哦呦 他这个门上还插着香呢 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呀 刚开始就这么刺激嘛 哦 两个瘦菜哦 我还以为有一个呢 哦 这边是空的哦 里边还有个罐子 这上面怎么还有红色的这个 东西啊 这好像还没刷漆呢 这也是个空的 哎呦 监管发财哦 哇 门口扔的一个车哦 你看这屋子已经许久没有贴那个对联了 我这挂着一个红的是什么 红布啊 这不是好着火了 你好 有人吗 老瞻新花光呀 你看这地上有一个 这个东西 两边是个洞 好像是砸什么东西的吧 这里边好黑呀 一个缸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这个红布上本没有字啊 可能就是为了图个喜情或者说是 民间用来辟邪的吧 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冷 走在这里边 还能听到一点 鸟儿在叫 虫儿在鸣 最近老往黑暗的地方跑 虽然说这种地方也黑吧 但是这里更加的清净大自然 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了 前提是不进荒宅的情况下 进去之后我的心情又得紧绷起来了 这么粗的树 直接 断了还是被人给锯了 怎么感觉这房子都是 鞋的呢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水表 你看这水表都已经 都已经 绣了 足以可见这户人家的主人搬走了 应该很长很长时间了 这间老宅怎么看着那么像那个 床上中的那个大飘楼呢 这边有没有阿飘啊 你看上面长满了那个藤嘛 今天也没有带任何装备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你好 这个房子看着怎么感觉是斜的呀 你们大家能看到吗 这下边 悬空的 可能是为了避免超湿吧 什么黑呀 空里边是啥呀这声 黑色的水 什么玩意儿 好恶心呀 他这个凳子上放着两根蜡烛 下面还有箱 闹不清是什么情况 这边有床 这上面是睡睡觉的 这还有一个小孩子骑的车子呢 这户人家家底挺硬实的 搬走了很久很久了 你看就连上面的那个 对帘子 都已经模糊不堪了 估计主人搬走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吧 发霉的文章 你好 有人吗 哎 小伙子 怎么样 有多人跟我说用蓝锅用绿锅 这是我特意花一百多 买的变光手电 效果怎么样 看这边塌的都不像花了 你看这里边 塌的 全掉了 有人问得 上边塌了 这个宅子给人的感觉挺压抑呀 你看这上边 别的都是贴上去的对链 这怎么他们家是 直接刻上去的字啊 然后 然后薄笔刷上去的 这是为了省钱呀 还是说为了彰显那个 地位或者身份的象征呀 这个咱们有点搞不懂啊 这墙上还挂着一个82年的狗链子 这链子应该是一个宠物狗或者是小狗 哎呦妈呀进不去了 你看这塌子 加了这么多草 这都已经没有必要进去了 感觉设计的不太合理呀 这边是个门 然后上去就是上台阶的 然后这边还有地方 这恐怕多有点 不便吧 但是这个宅子怎么感觉 给人的压迫感 比其他几个都要强呀 可能是这户人家上面 这个墙就是腐烂的太狠了 就是浓浓的一股历史的气息 你看这墙又是发霉 就是被虫子住好像是 就这种墙 我都感觉我一直都戳过去 就能给他戳个洞 大家伙信不信 感觉特别脆 我又碰到了一个这个东西 刚才那个房间里边都看不清 你拿这个就能看清了 这个东西咱们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里面那水都臭了 李氏是吧 这户人家因为湖 湖是 只是姓脸姓湖 两个姓鸥 好几家啊 都现在没走完呢 一个过道一个过道了 喂 有人没得 二楼塌了 这个村子离那个安顺市区 20多公里 还挺僻近的 这个地方的新村 在下面 然后 他这个老村 是在上边 山上边 但是咱也闹不清 这个地方 未来是什么规划 这么小的一个房间 独门独院 这里边是做啥的呀 上面挂着衣服 禁止把烟卖给那个未成年人 这好像是一个小商店 几乎家家都是大门敞开 上面的雕花也很精美 门口是一个小院 你好 有人吗 是个被子哦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人的 有人没得 你看他们家这对联贴的就 挺新的 有可能是今年过年贴的 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干嘛的呀 肯定是有它的寓意啊 放在这里 喂 这是个雨衣吗 挂着一个床单还背单啊 柜子都抖了 那边还有个楼梯呢 咱们试试看能不能上去啊 这是那个刀鞘还是斗角啊 这么大的斗角子吗 还真是头一丝剑啊 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 接受出我的重量呀 好像差不多啊 哎呀妈呀 这上面应该睡觉的还有床呢 瞅着挺危险啊 咱们先下去吧 这种地方要塌了的话 搞不好我就交代在这了 这样的无人村 你们大家喜欢吗 好了下期见啊 拜拜 哎呀 这个小牌牌怎么也没带走啊 那我不信是咋回事啊 这个屋子边贴的全是这种符啊 继续探索贵州大山里的无人荒村 这是第二集了 看看被藤蔓所缠绕的老宅内 会发现啥 惊喜 或者惊吓 咱们沿着这个 台阶 虽然说这台阶上边都是草吧 咱们沿着这个台阶往上走走 看一下 这个边塌的 帮顶都已经陷下去了 这里有好多这种 小的这种 形似于西红柿的这种植物 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沿途发现了好多 大家看这个场面有没有那个 楚人美 山村老师的那种感觉 哎呀 这一路走了 入眼之处 皆荒凉 前方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电线锅 已经被草给盖住了 不过这种东西现在已经 停场了 这会儿一下 你看这草 哦哟 有人没得 我去 你们看这蒙上贴的啥 我 柱子上也贴着呢 我去 这也贴着呢 我这什么情况 看到没有 柱子上也贴着呢 看来这里是 有 有故事的呀 看到没有 对联是白的 绝对是有故事的 但是我猜的话肯定会有人说 是吊色了 或者说是 什么的 但是你们仔细看那个横批 看着横批 怎么可能是吊声 哎哟 地上还有一个坛子呢 坛子是空的 我有一点不敢进入 走吧 真的我觉得所有的场景里边 像这种百年无人村 荒宅是 在我心目中是能排进第一位的 这种地方 我觉得比大平坚都有 那个啥 你好 有人吗 我发现这四个角落里边 看到没有 一个角落 两个角落 三个角落 角落里边怎么都贴着这种东西呢 上面也贴着呢 这里边真的是有一点 这么多讲座 这边是李雨春 去吧 我一马吓不一跳 有什么 这么多的衣服啊 床上已经有蝙蝠屎了 人是没有了 这是什么琉璃羊 这么多吗 这种房间黑漆漆的 非得打是手电才行 不打手电的话 镜头面前啥都看不到 哎呀 这个声音 让我含毛都起来了 鸡皮疙瘩 这里有一个柜子 空的 这有一个皮包 出差办公用的 这个小牌牌怎么也没带走啊 老不幸是咋回事啊 这个屋子边贴的全是这种符 我们先出去啊 同志们 看这草都爬到二楼去了 看这情况的话 大门也是敞开的 这里写着 此房已征收 不得居住 但是这个红字都已经看不清了 说明这个地方应该是 就是被征收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拆呀 或者是没有开发啥的 但是主人过年的时候 还回来 贴那个红色的队帘啥的 说明主人离得也不远 哎呀 这里边都已经进不去了 你看这草 这么深的草 我都不敢进去 虽然说现在已经快冬天了吧 但是贵州这边现在还没那么冷呢 我都不敢过去呀 这草太厚了 我上一集走了半天 才走到半山腰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 你看这房子 还很多呢 你看门口那个镜子 被那个夕阳照闪闪发光的 不过看样子应该是进不去 不过这边的门挺奇怪的 大门没有锁 它内部上的锁 然后它从侧门打开的 这里边应该看着是没有人的 有人没得 请问说怎么挂着把菜刀 这里边应该是没有人的 很破败 贵州的这个无人村 挺有它的特色的 我感觉跟我播放的那个 湘西的那个苗寨 有点像 但是咱也不确定 这边地还有人种的东西呢 估计是勤劳的那个老人 种的了 我发现任何地区的 老一辈人 都是很勤劳的 只要有点闲地的话 他都不会放弃 电表都已经掐了 地上也全是这种 残砖烂网 这里边看着挺能的呀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蛇呀 拿我的打鼓棒 打一打 哇 有人没得 看着草 哎呀 哎呀 有人吗 这老人捡了这么多的柴股 哇 黑布隆东的 老宅新花光呀 呀 二楼有人吗 二楼有人吗 黑漆漆的啊 这边写着一个羊 说明这户 姓杨 咱们评论区里边 有多少姓姓杨的呀 搞不好500年前 还是一家呢 这各种宅子真的是 这么黑 这么黑 也不知道这以前的人们是 怎么生活的呀 不压抑呀 而且感觉这房子也不高 看我在这里边发现了一个特点 家家上面都写着 房已征收不得居住 然后门上都有那个电话 我估计这里边平时你看 没汗有人治 没有人来 但是我估计 一通那个拆迁电话打过来的话 哪怕在天涯海角的话 这人也都蜂拥而至吧 你看这草多久不住人了 古人说 宁宿乱坟 不住荒宅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羊肠小道 这里是贵州大山里边的一个 无人村子 整个村子 只有这种 羊肠的小道 台阶 这里边车 是上不来的 这上面开街上边走 累呢 也不知道这古人是 哪生活的 这户人家看着情况 恐怕搬走了 十年得有了吧 整个房子只剩下一个外表了 有人没得 哇 上面有个大镜子 镜子上面 挂着块红布 一片的杂乱呀 你好 有人没得 呀 看这桥上贴的这是温币侠 多少人 心目中的女神呀 什么李嘉欣 中间这个江西文是谁呀 陈惠林 从这墙上挂的这些海报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的人搬走应该是 起码 十几年了吧 我这上面的队帘贴的是密密麻麻的 这二楼上不去了 这房子上面很危险呀 随时都有瓦片掉下来哦 不知道这户的主人现在生在何方 就孤立草木深 看到这个房子 我想古人 承不起我呀 荒宅不住是有原因的呀 你看这上面塌了 门前全是草 这还有台阶呢 有人没得 房子好像是破败呀 在这里边 我黑漆漆的 这里连绒脚湿地都没有了 哎呀妈呀 这家伙 塌的这上面挂着一个裤子呢 二楼我估计也是上不去了 上面该塌的全塌了 东西也搬的是一空二斤 这个村子一山而建 每一层都在往上爬 我都已经看到远处的大山了 四面都是山 哇这户人家 居然用的是青砖呀 咱们之前去的几家都是 木制的 它这 居然还用能用上青砖 分明曾经条件应该是还不错 不过这对联咋这么 新呢 啊 有人没得 这里我估计应该是 过年的时候 贴的吧 你看在这上面发现了一个 工械 这个工械的主人现在我估计应该已经 三四十都有可能了 小的时候 的玩具 二楼也 上不去了 估计是多年不住人了 有人没得 这里面这么黑呀 这个桌子看着 好像还挺有年态的 这都已经废了 还挂着裤子呢 它在这个墙上还挂着这种 包包 而这个包包上面 这是 用手织的一个 这是帽子 小孩子的帽子 这边也有一个包包呢 哦哟 这下面挂着 这个是个啥呀 好像是被 挡住了 这脑不清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张纸 上面以前应该是有字的 这应该是某种习俗吧 这是 纸啊 还是那个什么 植物之类的 树枝挂在这里 这个书包还怪可爱的 这个地方我估计主人除了过年的时候 能回来以外 估计平时也不会回来了 你看这大门都是敞开的 地上认着一个大磨盘 磨盘藏有故事啊 这么小的一个桌子 这上面挂的 八菌图 这些画都挺老的 这里有一个钟表呢 这个钟表我家也有一个 这种钟现在应该是已经停场了吧 我记得 应该有个拧的那个东西 是在这里拧的 声音还是挺好听的 这东西都不太总了 上去的这个台阶都已经 没有了 这家还挺有条件 贴着丝砖的 前面一个大阳台 然后前方就是竹林 这环境真是没得说啊 隐居甚地呀 什么东西 是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